做饭要想不开火,方法其实特别多 前浪期分享了蒸锅 今天呢就来解锁微波 一口气奉上17款不开火微波菜 搭配成6个套餐 一周晚餐,15分钟上桌 按照惯例,还是从食材采买到处理生菜 为你们提供保姆级的安排 三分之二肉末加盐糖生抽白胡椒 三次加水抓一抓 再加杂树粒捏匀 装进小碗扑扑平 放冷藏,周一用 剩下三分之一肉末加点辣味调料腌渍 放冷冻,周二用 准备工作,B 一周的第一天来吃微波杂树肉饼套餐 昨晚饮好的杂树肉饼 盖上可微波的保鲜膜 边上记得留个小口 放进微波炉,600瓦,5分钟 嗯,肉香吐鼻 肉饼加热的时候 可以顺便把贝贝南瓜去紫切块 放进可微波容器里 加点水,盖打湿的厨房纸巾 微波炉600瓦,5分钟 南瓜加热的时候呢 就可以洗点生菜,加清水 盖保鲜膜,留小口 再简单调个蒜蓉料汁 南瓜出炉后,生菜接力 微波炉600瓦,盯4分钟 焯个水 捞出来,浇上蒜蓉酱 再定一分钟,搞定 踏踏 用微波炉做饭呢 可以利用上一道菜加热的空档 为下一道菜做好准备 主打一个流程顺畅,精简高效 蒸锅要蒸20多分钟的肉饼 用微波炉5分钟就能搞定 肉饼弹嫩,汤汁丰沛,一点也不逊色 南瓜软糯,生菜爽脆 周二呢,我们吃微波麻婆豆腐套餐 早上出门前,把冷冻里的腊肉末放冷藏解冻 下班回到家,把豆腐随意捆进碗里 腊肉末捏散一点,铺上来 还是盖保鲜膜留小孔 微波炉600瓦,4分钟 时间到了,小心端出来再捡点葱花 搞定 昨天还剩一些生菜 今天直接切个丝 进枪与罐头沥个水,放一半进来 我还配了点杂树莉和中午没吃完的小番茄 淋上油醋汁,变身生菜沙拉 主食的部分呢,可以参考我之前微波炉焖饭的思路 用15分钟焖个饭 更简便的方式就是加热个冷冻米饭备餐 就可以开饭啦 香香辣的麻婆豆腐也被我轻松实现了微波版本 豆腐当然要拌在饭里 再配一口爽脆脆的生菜沙拉,过瘾 周三,安排个微波葱油鸡腿套餐 前两天食材消灭的差不多了 今天就开启新一轮采买 香个琵琶腿,剥个皮,加清水,留姜片 送进微波炉,600瓦盯5分钟 翻个面,再盯5分钟 加热鸡腿的空档,把金针菇洗进去根 调个蒜蓉酱汁,浇上来 鸡腿捞出,冲个冷水澡 正好把金针菇送进去 600瓦盯2-3分钟 这时,来准备今天的主食 脱掉玉米厚厚的外衣 裹上打湿的厨房纸巾 600瓦,2分钟 翻个面,再盯2分钟 鸡腿刚好凉得差不多了 徒手撕小的快 再按屏幕上的配方,调个葱油料汁 淋上来,搞定 这个葱油鸡腿 像是本次加热时间最长的菜式 入口时滑嫩的鸡肉 裹满浓郁的葱香 你会觉得这时间花得值 微波4-5分钟的玉米已经熟透 清甜泵汁 微波金针菇呢,鲜辣清爽 特别开胃 周四的套餐是微波金针肥牛 半盒肥牛,加清水稍稍没过 微波丁两分钟,倒掉血水 昨天没吃完的金针菇 铺进碗里打个底 超过的肥牛片铺上来 淋上蒜片料汁 盖保鲜膜,继续微波两分钟 洗过澡的红薯 裹上粗粮标配的厨房纸巾 根据个头大小 微波5-8分钟 中途记得翻个面 到这样能用筷子轻松扎透就行 手撕包菜 咱也能用微波炉来做 半个包菜,叉叉撕成小片 找个宽点的盘 来一丢丢底油,捡一点干辣椒或小米辣 铺上洗好的包菜片 送进微波炉,也盯两分钟 拿出来 加点盐味精和糖 生抽蚝油提鲜 一点陈醋增香 翻拌均匀 再盯一分钟 齐活 叨叨 金针菇和肥牛的CP 比昨天金针菇的solo 再多了一层灵魂肉香 微波版首次包菜香香辣辣 还搭着一点唤醒味脸的酸 红薯粉糯糯 不过个头小的话 记得别微波太长时间 终于熬到周五了 那就来一碗微波牛丼饭吧 剩下的半盒肥牛 同样微波超去血水 切一点洋葱丝铺上来 加三勺日式照烧酱 五点清水 拌拌匀 重新回炉 600瓦再叮两分钟就行 昨天剩下的包菜切气丝 加点盐 微波两分钟 挤掉水分 冰箱里呢 还剩半盒金针菇 加蛋黄酱和黑胡椒 招招匀 有条件呢 可以再撒一把白芝麻 至于微波炉水波蛋嘛 我已经教过很多次了 你们自行复习哈 最后 微波热一份糙米饭备餐 铺上洋葱肥牛 淋上汤汁 中间码个水波蛋 哒哒 学会了这一碗微波肥牛饭 你就再也不用去吉某家了 周末想翻个来 那就简单用微波煮个饺子吧 取个大碗 放点你爱的小菜 十个速冻水饺 码进来 再到开水一定是开水哦 小心地送进微波炉 600瓦直接设个8分钟 等饺子的时候可以打两个蛋 倒进破了保鲜膜的盘子里 微波炉盯两分钟 铺个芝士片 对折一下 点缀番茄酱 饺子出炉后 再按照自己的喜好调个酸辣口味 我真的太喜欢微波炉煮饺子的方法了 不用开火 不用点水 还不用担心煮破皮 下一期 想看我继续活活微波炉 还是重新回归小碗蒸锅 ABCD 你们想看哪个比较多 点赞弹幕评论 告诉我 我是贝果 记得关注